陈女士住在杭州新天地世家新座四壮四楼 这是一套富士结构的房子 总面积一百多方 房子三面各有一个小阳台 陈女士说 阳台上经常会出现垃圾 就我住在没多久 就会有快递盒 什么药盒 然后包装的一些外盒扔下来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他扔过那个口罩 而且不止一次 前两天就是看到西边的这个阳台 然后就是他往下丢了那个 就跟牙膏一样的那个染发膏 刚染完直接丢下来 就夹到我了 就隔三差五可以截到楼上 扔下来垃圾 就三天上都扔垃圾下来 然后早上起来 要么把他捡这种 吃过的那种什么零食袋子 要么把他捡这种餐厅纸 要么把他捡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说我的副业是捡垃圾的 陈女士这幢楼一共有七层 插家在四楼 阳台的侧面开口 相比其他户型的更大一些 他推测 像纸巾零食袋这些 相对较轻的垃圾 是楼上的住户丢下来的 风一吹就飘进了他家阳台 陈女士说 捡到的垃圾他都丢掉了 也没有拍照片 唯独有一个快递袋 他保留了下来 这个快递袋子 然后呢 他是把什么呢 把收件扔给剪了 收件剪完了以后 就随手一扔 但是呢 他的完整的快递单号是在的 从他买的一些 就是这种用的这些东西 平时扔下来的一些东西 有迹可循 其实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因为他用的发色 就是染发膏的颜色 其实一般年纪大 是不太会用的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衣服的尺 是M码的嘛 女装嘛 陈女士准备把快递单号 提供给警方 让民警帮他找到 这位乱丢东西的人 陈女士说 每层楼的楼梯间 和电梯口都有垃圾桶 房间走出去也就十几步 这位乱丢东西的人 有时间把快递包装上的 个人信息剪掉 都不愿意走上那么十几步 他觉得难以理解 连我五岁的儿子都知道 垃圾要扔垃圾桶 你一个成年人 难道不几个五岁小孩吗 小区物业的朱经理表示 其他单元楼 很少有人反映 高空抛物的情况 唯独陈女士这一幢楼 反映的人特别多 反映问题的业主 主要是二楼 三楼和四楼的 目前 安装拍摄高空抛物的监控 已经提上了一程 业主委员委成立了之后 我们就会启动这一项 关于高空抛物的 一个高清摄像头的安装 安装工作的一个推进 到时候也会去沟通 在这个推进之前 建议业主 自己装一个小的 一个高清摄像头 成本也不高 起了一个威慑的作用 后续我们也会通过 一些宣传 一些群里的业主 群里的提示 会尽量的可以 普及到每个业主 陈女士已经买好了 高清摄像头 只是没有找到角度安装 朱经理表示 二楼有一个平台适合安装 她联系上了二楼的业主 正好二楼业主 也买了几个高清摄像头 不知道怎么安装 物业表示 他们会派人帮忙安装好 如果拍到相关证据 会提供给相关部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钥匙